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明显我们看到他对犹太宗教的传统 还有那个解释 有非常另类的地方 他对犹太人的律法 对圣殿 他对妇女的态度 都不同于传统的犹太教师 所以这个当中 你已经看出一个张力出现 他若不是一个改革者 那就可能如后来所显示 就变成一个新的宗教的开创者 那我们上礼拜 有借着两个不同的 类型的福音书 所以耶稣稍微介绍了 耶稣重要生平的关键 那譬如 在那个三本 共关福音书里面 看到耶稣 其实他 生平的资料并不是很多 有介绍到他 他幼年的时候的一些小故事 那后来 其实他正式的记录的时间 并不长 三十岁左右 出现在历史舞台 那根据传统 大概三年左右 他就面对犹太教的冲突 然后 后来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那这个过程当中很明显的 越早的福音书 越把它描写成一个比较是历史的人物 那个人性的部分比较强 有一些地方很明显的看到一个 历史人物应该有的一些特质 会表现出来很有趣 譬如 耶稣是一个healer 一个医治者 那在福音书里面 甚至有一些描写很有趣 就是他第一次医治一个人 没有完全好 后来还要再补上一笔 这样子 才好起来 医治一个人的眼睛 那这样的一种描述很明显的 带有人性化的味道 但是到后期的作品 譬如我们在讲义第三页 提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约翰福音这本作品 是四本福音书最后期的 他已经慢慢离开那个历史的观点 比较带着一种那种神学的 信仰的角度去诠释他 就把他拉到一个最高的地位 甚至约翰福音会开始去探讨 他还没有出生以前 是不是就已经存在了 这就是所谓 约翰福音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概念 叫做道成肉身 那这个道成肉身是非常抽象的概念 就是他还没有成为肉身以前 他原来是以道的形式存在 那这个道是什么 犹太人可能过去没有那么清楚的概念 但是希腊人就有了 希腊哲学里面非常有名的 像斯多亚学派 他们就有这个logos的概念 道的概念 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永恒的法则 这个宇宙运行 人性的运行里面有一种真理的光 有一个普遍的法则 他们把它称作道 那这个道也可以把它很容易 就可以诠释成为是一个神圣的道 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个法则 所以约翰福音就用这种方式 好像开始试图要把耶稣这个历史性 带到更高的层次 变成是有神学性的 那这个过程 我们从这个对造旧的福音书 到新的福音书 就可以看到一个对比 我在讲义第二页到第三页 试着用这两个不同的类型的福音书 给大家一些概念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上礼拜 刚刚要切入 那没有机会详细介绍 就是这个ethe homo这个概念 为什么耶稣这个人 会被认定为具有神圣性 可以甚至成为一个宗教的敬拜对象 我想这个中间 这个ethe homo这个概念是满有意思的 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宗教领袖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改革家 是一个社会运动者 宗教运动者 但是到后来变成 转而变成是一个代表上帝的人 上帝的儿子 甚至是敬拜的对象 那这个中间就关键到这个 他受苦这件事情 他为了这个 他根据这个基督教早期的神学传统 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没有犯罪的人 就至少他不像一般的人 是活在自我中心的人 他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人 这样的一个代表上帝的人 却因为人犯了罪 不管这个罪是从罗马的政治力量来的 是从犹太宗教的宗教力量来的 或只是一般我们讲的人的 一种自我中心的这种罪性来的 总之他就死在十字加上了 所以这个ethe homo这个字 我觉得是有象征性的 他刚好可以象征这个人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这个故事发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 就是当耶稣被带到罗马总督比拉多前面审判的时候 比拉多先是有点点嘲讽的角度 这个人是谁 然后你是王吗 问他你是王吗 他们为什么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然后开始问他你说你代表真理 真理是什么 他用非常有一点点这种挑战的语气跟他对话 到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是他所理解的 那他就交按照一般罗马的程序 把他交给罗马兵丁去鞭打 那罗马兵丁是四十下减一下打三十九下 这是传统罗马人的做法 特别对非罗马公民用这样的做法 那罗马鞭形是非常的凄惨的 那个鞭子上面有带骨刺 所以打下去肌肉骨头很多都会脆掉的 所以这个事件非常有特别的地方 是他被打了以后比拉多就说 Eche homo 看这个人 你看你们说他是王 你们说他多伟大多厉害 你看看他那个破碎的人 一个破碎的人这样子 这个字Eche homo 看哪这个人 所以后来我们等一下看尼采 哲学家尼采写了一本书 就用这个书名 乔这个人Eche homo 他其实那本书 一方面也有谈一些基督教的发展 那其实是在谈他自己的哲学 在讲他的人论 人性论 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反映了耶稣 这个人却在这个被鞭打的过程当中 好像反映出一个 他是愿意为人承担刑罪恶的 这个后来变成基督教 对耶稣最重要的一个诠释 他为人受苦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Eche homo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比拉多甚至叫兵丁给他带 这个荆棘做成的冠冕 给他穿假装王的袍 手拿权杖 用一种讽刺的角度对待他 后来这样的一幅画就变成 一个基督教绘画史非常重要的图画 里面我们看到谈到他的受苦 然后相对应的是耶稣作为基督跟群众的互动 群众不只是我们看到 罗马人跟犹太人的领袖代表两个传统 一个是政治传统 一个是宗教传统 但更大多数的是群众 群众在那过程当中 群众是认同的 对耶稣受处罚这件事情 群众是认同的 甚至到最后 比拉多在犹豫不决 到底要不要判他死刑 群众喊着定十字架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群众 群众当然是象征的一般大众人民 等一下我们看到林布兰的画 荷兰画家林布兰的画 他就用一种手法 让这个官化的人感受到说 我也是群众的一部分 如果耶稣是被这些人给弄死了 那我也参与在里面 他用这种角度 用这种角度来画这副 H homo 所以这中间表现出好几个主题 一个是耶稣的受苦 接着是象征的群众跟这些政治领袖 宗教领袖的丑陋 跟不义 不公义 那最后 那个H homo 这个图到越后期 越凸显耶稣的那种孤单 还有他很哀伤的那种面容 所以这个画 我上禮拜比较快给大家看过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这个有点放好像幻真片一样 我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一些不同的画家他们画过的这个主题 同样画家有时候他会做好几幅这样子 这个Tintoretto Kalawa Chau 这名画家 Kalawa Chau也画好几幅 你看他特别把比拉多这个罗马总督 这个姿势比出来 乔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 Bosch也是 Bosch也画很多幅 那Bosch这位北海的画家 你可以看到他开始把群众描写 群众描写成是这种 这种脏头鼠面的 然后用群众的丑陋表现出来 另外一幅Bosch的话 下面群众鼓噪 鼓噪的那个情景 Matisse 你可以看到后面 那个群众的那个 愤怒丑陋的脸 Chicoli 天使 天使来照顾他 那也有碧坛画 这是祭坛上面的那种祭坛画 三个主 三折的一祭坛画 那相对的你看到 祭坛画的表现 就把丑陋的群众画在中间那格 但两边开始画什么 画后代的基督徒很近前的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那通常这种祭坛画 通常你可以看到跪在那里的人 可能就是出钱 出钱画这幅画的人 那个捐赠者 通常会被画在那里面 那这张是很特别的 这个Chiceri的画就是 把镜头倒过来 倒过来 你看到群众在前面 他画非常多群众在前面 让耶稣这个破碎的形象示众 让众人看到他的一个形象 那彼拉多的手指向他 瞧 瞧这个人 这是Shongauer的十颗画 可以看到群众的表情 用十颗画表现出来 杜勒的十颗画 杜勒自己很喜欢耶稣这个图像 Eche Homo 所以这张是杜勒的字画像 把自己画成好像基督一样 Reni 那Messina这幅画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他Eche Homo 他开始表现耶稣一个哀伤的 一种忧郁的哀伤的一个景象 就是他是承担 他愿意承担这个苦 意大利画家达利也画了一幅Eche Homo 很抽象的 抽象 你可以看得到 里面有一个受苦的脸孔在那里 那这张是非常有名的 Korinth 哥林多 也可以翻作Korinth 哥林特 哥林特 他画的 你可以看到他这张画 确实是已经是讽刺画 以古易经 用Eche Homo 他自己用的主题 左上角你可以看到Eche Homo 他自己签名 这1930年代画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这个是在讽刺纳粹政权的 他特别把耶稣画成一个好像女性的 那旁边一个是纳粹军官 左边这边好像是一个在做实验的医生 把人体拿来做实验的医生 用这张画在讽刺人类的苦难 人类的苦难 耶稣所呈现的人类的苦难 好像继续在发生中 好 那大概上面这些就是 我只是举一些例子 这个Eche Homo的主题好几百副 有兴趣的人 你们只要上网Google一下 就会发现好多好多 那这张图像是在耶路撒冷 据说啦 据说今天如果去耶路撒冷 观光的行程 很多人会说 这里这个牌楼 这个牌楼就是耶稣当年被鞭打的地方 Eche Homo发生的场所 最后看林布兰的 林布兰的画的耶稣 那这张我特别是要给大家看这张 是很有意思 它的十颗画 十颗画你们知道 这个早期是很盛行的一种做法 它因为可以用化学的水 然后酸 强酸的方式加到那个 涂在那个板子的表面 然后它用十颗以后用酸的方式 把那个差异性凸显出来 所以出来以后就会有颗痕留下来 那这个十颗画可以用很细的笔 也可以用很粗的笔一起下去做 画完以后它再用墨涂上去 那就可以印一张一张的图出来 所以这个十颗画的好处是 它可以复制 譬如它可以印一百张 所以这些作品就流传比较多 还有一个特色 十颗画的特色是可以修改 所以它可以局部修改 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 像杜勒、林布兰画非常多的十颗画的 他们通常某一个主题都可以看到好几幅画 早期、中期、后期 因为他后来想一想想要修改 那这张非常有意思也是 Etcher homo 那画的刻得非常有民族风 你看到他把比较多戴的帽子 那个形象有点点那种 中东的那种味道 那他早期的第一幅画是这样子 耶稣被带到众人面前这样 然后两边是群众在两边 可是后来林布兰就给他改了 改成这张 后来修改 你看最大差别在哪里 就下面群众出现 而且群众都是一种活动式的 面向的耶稣 那很多这个怎么讲 这个画评家 他们指出说林布兰有意思要观化者感受到 这个我们人在看的人也是属于群众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他的画风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让人去思考 这个Etcher homo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尼采 尼采他写了Etcher homo 他自己做一个当代哲学家 对耶稣 被比拉多称耶稣瞧这个人 他有很有趣的一些反思 那从这里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上礼拜讲义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历史耶稣的诠释 那前面提到的是 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个新约圣经福音书 在描写耶稣这个人 那后来历史历代的这个学者或是研究者 怎么看待耶稣 那这个过去很少的 有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运动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才出现非常流行的一个历史耶稣的运动 那第一波的历史耶稣运动 是十八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 有一百多年的当中 当时候大家开始突然对耶稣 做一个历史的人物 产生很大的兴趣 这背后当然是因为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影响 对人性的一种更深的一种的关怀 很有意思的是在史怀哲 这个Albert Schweitzer 史怀哲我们今天一般人对他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位去非洲行医的宣教师 一位巴哈的伟大的风琴师 他也是一个文明哲学的哲学家 他也有神学的学位 还有四个博士学位 音乐哲学 神学还有医学 他很有趣的是他参与在这个运动里面 在他之前有一百多年当中 有两三百本关于历史耶稣的研究 那这个史怀哲后来在1906年 自己就写了这一本 《关于历史耶稣的探讨》 那这个出了好多版本 你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版本 英文版 德文版 法文版 不同的版本 那他很有趣 他发现 他说这么多历史学者 这么多的研究者 写了耶稣的传记 他做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他说每一个人写起来 到最后耶稣都很像那个作者的样子 就意思说每一个作者其实是用自己的想法 会投射到耶稣这个人 所以一个是一个关心道德运动的人 可能就把耶稣描写成一个道德家 一个关心这种 比较关心这种社会运动的 可能就把耶稣描写成一个社会改革家 一个关心耶稣的这种心灵洞察力的人 他可能就把耶稣描写成一个心灵的医生 这样子 所以他发现 好像人其实都会用自己的角度去探讨耶稣 然后把耶稣描写成他所想要的 但是他觉得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每一个人自己 可以用自己方式去体认 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 我自己满喜欢他这个结论 史怀泽这么说 作为一位具体的历史人物 耶稣对我们的时代而言 仍然是一个陌生人 确实我们 你看他留下来的历史资讯那么少 他到底怎么长大的都不清楚 这个三十岁以前在做什么也不知道 出来不到三四年 就死在十字架上了 留下一些他的教导 一些他的言行录 留下一些他的故事 他曾经做了一些故事 那些故事我们上礼拜整理过了 就是三大类 一个是他是一个医治者 一个他是一个赶鬼的人 第三个就是他是一个宣扬上帝国信息 大概就是这三类 所以他的历史线索很少 所以他是一个陌生人 但是史怀泽说他的精神 也就是隐藏在他话语底下的精神 却可以在单纯中被认知 且他的影响力是直接的 一个人去读他的话语 一个人去读他的一些故事的时候 用单纯的角度去思考 会被受到冲击这样 然后他说他所说的每一段话语 在他们特有的形式里 都显示了完整的耶稣 有时候你读了耶稣一句话 好像你就可以了解耶稣这个人 还就可以掌握到他的一些特质 他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奇特 且毫无限制的方式 让每一个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的 以自己独特的立场 来和他发生关联 这个是史怀泽很有趣他的 他在那个第一波的历史耶稣运动 他做出这个结论 他结论的其实是说 没有关系 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研究 可以去写不同的故事 尽管写出来的耶稣跟那个作者很像 没关系 耶稣就是有他一些特质 让每一个人可以去掌握这样 那很有趣 史怀泽写了这本书以后 历史耶稣运动第一波运动就衰微了 大约很久就没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 那一直要到二十世纪才有第二波第三波 那我上次有跟大家介绍 当代非常有名的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那我特别介绍他 因为他这礼拜刚好要来台湾演讲 那下礼拜 有一个礼拜在全台湾不同的地方演讲 那他写的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那个加利利人的影子 这本书是一本侦探小说 是一本侦探小说 是写小说的方式写的 好像在一本非常很有趣 在调查谁是那个革命分子这样子 一本小说 那这本书里面都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 可是泰森自己说 在这本书里面好像耶稣又无所不在 每一个人都提到那个加利利人 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那个加利利人 所以影子原则 这个是影子原则 没有提到他 可是他却好像影子一样 无所不在 那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其实是泰森用社会学的方法 描写了在耶稣那个时代 不同的党派 犹太人有那么多党派 犹太人有那么多不同的团体 他们怎么看待耶稣 他们对耶稣的影响又是什么 耶稣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那我今天刚好带了几本书 等一下大家稍微可以传阅一下 一本就是这个 《加利利人的耶稣》 那我们等一下第二个主题要介绍 下一个主题要介绍 犹太宗教的发展 那今年年初有出了一本 还不错的书 叫《耶路撒冷三千年》 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本 用一个城市的故事 其实在描写犹太宗教的历史传统 那另外还有一本书是 关于耶稣的这个绘画 是当代的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 不同的地区的人 用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形式来描写耶稣 所以非常多元、非常有趣 如果你翻译一下会觉得超乎想像 把耶稣用他们自己所了解的方式 把他描写出来 所以Tyson这本书是蛮有趣的 这个对历史耶稣的研究 那史怀哲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关怀 那到了20世纪 这个历史的耶稣跟社会 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关联 变成一个很多人在关心的问题 那目前最有争议性的 是最后一波的历史耶稣研究 就是有一群历史学家 他们成立一个叫做耶稣圆讨会 那他们试图要研究真的历史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他们这些人非常的思想 非常的开放、非常自由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很多结论 其实满有争议性的 譬如说他们会把 右边这本书 他们是他们最有名的一个出版品 The Five Gospels 五本福音书 那包括前面介绍的 圣经里面的四本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还加了一本在埃及挖出来的 这个诺斯底派的多玛福音书 多玛福音书 所以五本 那五本放在一起呢 他们把他对照 然后根据这些学者自己的研究投票 然后在那个把耶稣的话上颜色这样子 哪一个颜色就是这个耶稣 这个可能真的是耶稣讲的 那有的颜色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后来的人给他加上去的 他们试图用他们的研究方法 要找到一个那个最原始的耶稣的面貌 那这个做法当然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论 但是我只是要让大家了解 这是一个现代的研究耶稣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想要了解他 那所以我们最后谈一下 到底这个耶稣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那当代德国历史家哈纳克 他写了非常多关于基督教历史发展的作品 他自己研究了这个耶稣运动 他得出一个很有趣的小结论 他说耶稣运动本来是非常单纯的东西 后来在发展很多的教会的制度 神学的很多观念 那都是后来发展的 最原始的耶稣运动很简单 他用两句话来形容 他说最原始的耶稣运动就是 fatherhood of God brotherhood of man 那这个当然是1910年代20年代讲的 所以他用的语言是这种男性中心的语言 这个今天不太合政治正确原则 但是他的这个概念很简单 耶稣出来的时候他的信息很简单 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父亲 fatherhood of God 这个父亲就是所有人共同的父亲 就是上帝 那因此四海一家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那兄弟姐妹 大家就是同一个家里的人 那大家可以一起互相分享 互相照顾 需要的人分享给不需要的人 这个哈纳克认为耶稣运动原来的精神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Crossen 他写了好几本关于耶稣的研究 而且他的书很有意思 都是畅销书 今天这个时代研究耶稣的书可以成为畅销书 大概只有Crossen 他的作品非常有吸引力 那我把他的一本Historical Jesus的结论整理 在这个地方 我讲义上也有提到Crossen的整理 我觉得他的整理蛮有意思的 可以我们看到一个历史跟社会面向的耶稣 他做结论 他说耶稣是一个以一字的工作 来宣扬上帝国的临在 这支第一句话 这句话就很精彩 耶稣最重要的工作是医治 那这医治不是只有肉体的 包括心灵的、精神的、甚至是社会创伤的 耶稣试图要用医治 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带来和好跟医治 那这个医治呢 只要能够被医治的人就能够感受到 上帝国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了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一个身体被医好的人 他就会感受到 上帝在我身上开始工作了 就是上帝国的灵在 所以他医治人 然后接下来怎样 邀请被医治的人过一种共同的生活 这边Crossen用的字是共餐 commensality 共餐 什么意思 就是有饭大家吃的意思 这一群新的小社会 耶稣所组成的小社会 都是被医治的人 都是可能过去一样身体、心灵 可能有破碎的人被医治了 然后耶稣邀请他们 形成一个共餐团体 你有多少你就拿出来 然后大家分享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我们可以说 耶稣的运动就是一种 宗教和经济的平等主义 就是回到刚刚阿纳克讲很像 每个人都有同样一个上帝 同一个父亲 宗教上没有阶级 没有人被排除在宗教之外 任何人在宗教前面人人平等 然后呢 经济上要追求分享 所以也是一种经济的平等主义 那这个运动 为什么会产生吸引力 Colossian这么说 因为他对抗两个 一个是对抗罗马的阶级社会 罗马帝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 主人跟奴隶 每一个人在社会上 有他的特定的阶级位置 这样的一种阶级的 或者是祖从的社会 我们这边翻作祖从 其实有人把他翻作是一种 在罗马社会里面有这种恩主 对他的恩客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照顾你 你就为我服务 这种一种上对下的一种关系 罗马社会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另一方面 犹太宗教则是一个专卖的制度 这是Colossian的用语 什么叫做专卖的制度 Brokerlage 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拥有上帝 他们是上帝特别的选民 好像是任何人要成为上帝的殖民 要先通过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过程 经济的过程 经济人的过程 所以犹太人好像拥有宗教的专利权这样子 那换句话说 Colossian的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耶稣这个社会运动 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改革运动 一方面对抗罗马的阶级社会 另一方面也挑战犹太人原来的那种自我中心 一个族群中心的宗教观念 所以他的这个运动就在当时候 引发了引发了这个当时候许许多多 特别是社会边缘人 对这个运动的服从跟认同 Colossian他的一个分析 好 那我最后还介绍一本书 也是很有趣 这是一位当代的美国心理学家 也是一位神学家 Don Capps 他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 耶稣的心理学传记 心理学传记 这个Don Capps 这个甘东龙 这个是香港翻译他的名字 香港给他翻译的甘东龙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音翻 中文的发音翻起来好像不太对 这是香港人翻的 Don Capps 他很有意思 他是Eric Erikson的学生 心理学上那个Eric Erikson 是当代心理分析学派重要的学者 他是他的末代弟子 受他影响他觉得心理分析的方法 可以挖到一个人的特质 人格特质 去看他的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所以他用这个角度研究耶稣 他提出很有趣的概念 他的概念就是说 耶稣好像从小就有一种神圣的不满 这是他的描写 这个耶稣呢 12岁的时候 我们上次提到 12岁他到圣殿去 就不想回家了 对这个很明显 对他原来的原生家庭 对这个社会 似乎有一种不满足 他觉得我干脆就留在圣殿里面好了 那甘东龙他发现 耶稣的人格特质裡面 很明显有这种特质 那他把他的人格特质 形容成为一种叫做 忧郁性的乌托邦人格特质 忧郁性的乌托邦人格特质 Utopian Melancholy Personality 这两个东西要装在一起才发生功效 很有趣 一方面他是乌托邦 乌托邦主义者 这个人怎样 他总是有那个最高的理想 乌托邦 他看到任何事情 都要用那个最高理想去看 就是上帝国实现的那种理想 那因为这样相对的 他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任何事情都不满这样子 有一种忧郁性跑出来 一种melancholy 看到任何事情 就觉得心有不满这样子 觉得不能符合那个理想 所以他活在一个很高的理想 跟对现实的一种不满当中 这是他的描写他这样的一种个性 那这个个性表现在他十二岁 好像就已经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表现出来 那所以从某个角度讲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本心理学的作品 描写耶稣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 他总是一个永远的改革者 永远的对人性充满了关怀跟这种热情 但另一方面对那个不义的力量 又是一种不满想要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角度 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用我们现在的当代术语 我们可以问说耶稣是不是一个愤青 是不是一个愤青 他是一个 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 有很多热情理想 那所以对这个世界是很有报复 但又有不满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我的讲义第五页做结论 今天这种研究好多 我在第五页上面第二小点 举了一些例子在那里 你看到每一个现代的学者 还是用不同的角度在描写耶稣 有人看他是这个角度 有人看那个角度 那所以结论的地方 我有提到耶鲁大学的教授 佩里肯 佩里肯 几年前刚刚过世 一位大师级的 他写了一本历代耶稣的形象 以及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他就描写 每一个时代 从2000年来 每一个时代 对耶稣都有不同的认识 那他把他整理了十八个 十八个耶稣的形象 耶稣在 有的时候被人家看作是一个先知 有时候被人家看作是一个 一个属灵的一个生侣 有的人把他看作是一个 一个无所不在的人 他不断在用一种他的生命 在光照世界的人等等等等 十八个形象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 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就是他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值得人 去研究了解的人 所以这个佩里肯 佩里肯他写了这本书 那在这个书裡面 描写了他十八个形象 我就举了几个给大家看一下 其中一个就是外邦人的光 这个意思就是说 耶稣是从一个族群当中 不能被遮盖住的 他总是从一个族群 一个文化裡面 要再显露出来 要跨越族群 向外面更多的人 去显露他的光 所以这个很有名的一幅画 William Hunt 画的这幅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描写耶稣提的一个灯笼 其实那个最重要的主题 是那个灯笼在造出来 或者是东正教的传统 把基督描写成一个 Pontocrator Pontocrator就是宇宙主宰的概念 所以他总是在被画在 东正教的那种教堂的最高的位置 在圆顶的 教堂圆顶的最上面 他好像站在宇宙的上面 然后脚踩着宇宙这样子 脚踩着宇宙 那这宇宙的基督 又是另外一个图像 另外一幅 这是The Barren画的 上帝的羔羊 又是另外一个形象 有点像我们刚刚在谈的 Eche homo 喬这个人的主题 所以不同的图像 不同的形象 可以展现这个人的不同的一个面向 好 那我在这个讲义第五页的中间 第五小点 我做了两个小结论这样子 就是说整体而言 我觉得耶稣运动 应该可以一方面反映 普遍人性对一种永恒的归属感 就是耶稣他这个人不同的 他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那个好像是一种 人的心灵在追求一种 超越自身的心灵的永恒感 这是他给人的感觉 另一方面 耶稣的这个社会运动 却又反映了对社会边缘人的一种 一种关怀 所以社会边缘人总是会被耶稣所吸引 这两个面向我觉得是最强烈的 那为了要让大家对历史的耶稣 有一点点这种比较有趣味性的了解 我们等一下第三节课的时候 第三节课的时候 我要放一些 放一部音乐剧的片段给大家看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有争议性的影片 我们等到第三节 我再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万世巨星这个影片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那这个影片是一个摇滚音乐剧 但是他的作词者跟作曲者 很用心地去研究耶稣那个时代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运动的面向 借着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有机会看其中一些片段 希望大家对耶稣跟他的这个社会 当作的这个宗教运动 可以有一点点的想象 多一些想象 那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第二个 今天的主题 这个讲义第三 请大家来看 我们等一下 可能要下一节课再详细来谈内容 我先把这个重点跟大家做一点点的说明 回到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的这张图来看的话 我们一直谈到这四个要素 这个古代的基督教是从传统犹太教里面 佐长成形的一棵树 然后它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成长的 然后也吸收希腊文化的养分 跟这个土壤里面的一些水分 那所以我们介绍完耶稣运动 我们接下来就要回来看这个 传统犹太教是什么 传统犹太教他当时候所面对的是哪一些问题 他的挑战是什么 那这个同样的问题是不是 也是耶稣想要去回答的问题 有一些学者是这样认为的 我在给大家的讲义里面 前言就有提到一位历史学家Howard Key 他就是认为说 要了解基督教的特质 要先去了解传统犹太教面对了哪一些挑战 那这些挑战其实是相同的 只是耶稣的运动似乎要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提出好像不同的回应 那这个挑战有哪些呢 我在第二小点那里有提出来三个小点 第一个 一个弱小的宗教民族 他一直经历不同的近东的帝国 不同的强大的外来政权的一种统治 那第二点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迫去依从去适应 这些统治势力的文化跟习俗被波斯人统治 那开始有挑战要把他们波斯化 但那不是最大挑战 最大挑战是接下去的 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化运动 要把他们全部变成像希腊人一样 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宗教团体来讲最大的挑战 所以呢 最后一个小点 在这样的变动当中 犹太人试图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还有他们团体的认同感 在这样的一种外来的强大的族群的挑战下 你怎么样继续做犹太人 就像我们 我想用我们今天的类比来思考的话 很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化的运动 一个全球化运动挑战的时候 在地的文化面对那种消失的一种挑战 犹太人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他怎么去回应这个 那耶稣运动好像也是要延续同样的一个挑战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主要是 稍微简单介绍犹太宗教的简史 非常快的介绍 比较偏重后来他面对一连串的 这个近东的帝国的统治下 他怎么去调试的问题 那特别后面会偏重在希腊化运动 然后会介绍马加比运动 马加比是一个犹太团体起来抵抗 抵抗希腊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那犹太人因为这样有短暂的一个独立王国 独立王国 后来这个马加比运动又被罗马帝国压制 被收纳到罗马帝国里面的一部分 那这就进入到耶稣的时代的背景 我们大概介绍这个背景 然后让我们去思考 犹太人所面对同样的挑战 是不是在初代的基督教 耶稣的运动里面也面对同样的挑战 那我在讲义的一大段的地方 有稍微介绍一些犹太宗教 或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那一般以色列他们谈到有列祖 有三位男性的祖先 还有四位女性的祖先 亚伯拉罕、伊萨、雅各 女性的祖先是沙拉、利百加 那雅各娶了两个太太 所以利亚跟拉杰 那后来生了十二个儿子 就形成以色列的十二个族群 十二个支派 所以这个故事简单讲 他们原来是在两河流域活动的族群 那亚伯拉罕这个列祖 根据《创世记》的记载 这个我们旧的圣经翻译说耶和华 那现在很多研究犹太宗教的人 觉得这个发音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现在习惯用 阿多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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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帝的意思 那他对亚伯拉罕 原名叫亚伯兰 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 到我要你去的地方 那这是一种上帝对他呼召的开始 那后来他就到了 这个今天的迦南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 巴勒斯坦地区 那不久他们面对饥荒的问题 所以雅各的时代 他的家族进入到埃及 在那边生活 而且得到埃及的人民相当大的一个接纳 没有想到后来发生变化 根据这个旧约圣经最早几本的描写 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 后来起来的埃及法老开始压迫他们 奴隶他们 要他们做苦工 所以他们在埃及本来是被 被当作客人对待 宾客对待 到后来变成落到奴隶的 这样的一个处境 所以就有出埃及的经验 出埃及的经验 出埃及的经验就是 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那下面呢 我就借用这个 很有名的这位犹太人的画家 夏古 夏卡尔 他画的一些 他们出这段历史的一些场景 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很有名的就是玉岳节 玉岳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就是当初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时候 埃及法老当然不愿意让这些劳力离开 他不准他们离开 所以后来好像借助这种好几个发生的灾害 来警告埃及法老要让他们走这样子 那发生很多灾害里面 最后一灾就是 这个根据这个出埃及记忆的描写 就是天使代表上帝拿着箭去击杀 每一个家里面的长子这样子 对埃及人的一个最后的警告 那以色列的人就杀羊羔 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 根据这幅画 那这个击杀的天使看到门楣上面有羊羔的血 就跨过 pass over pass over就是跳过去的意思 所以这个跳过去这个动作是象征着一个恩典的一个行动 就是赦免你免得你长子被击杀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象征意义 非常有意思的象征意义 就是说这个长子应该被杀 但是因为有羊羔的血代替他 所以他不必流血 这个已经后来的基督教的神学家 就用这个来类似用这样的概念也来诠释 耶稣在十字架上替 他好像是上帝的长子 替了所有的人好像羊羔的血 可以让人天使跨过 让人免于死亡 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 但这个事件对犹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事件 因为这个玉岳节这个经验 让法老就改变心意 让犹太人离开埃及 那这个故事往下发展 我们看到这小购儿的话 玉岳节的经验 天使跨过他们的门楣 所以犹太人到今天过玉岳节的时候 都要讲这段故事 当年他们怎么样离开埃及 在这个天使 玉岳他们的门楣 让他们得以保全 然后之后跟着摩西离开埃及 进入到迦南地的过程 这另外一幅小购儿画的Passover 这是小购儿 这是当代可能是最受注目的一位艺术家 他不但画非常多的油画 他的彩色玻璃也非常有名 今天欧洲最有名的大教堂 大家都争相希望能够有一片他的彩色玻璃的窗 那这就是很有名出埃及的故事 那根据这个故事的传说就是 当他们面对这个大海的时候 这个摩西带着他们经过这个海 那后来这个追兵 埃及的追兵反而被淹没在这个海里面 根据这个故事他们一路出了埃及以后 经过这个西奈半岛 在这边走了相当久的时间 最后才进入到王妃走到这个迦南地区 那这个中间就发生了 他们在旷野的西乃山上跟上帝立约 上帝通过摩西把十戒搬给他们 这就可以说是犹太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借着实践 这个上帝跟以色列人建立一种选民跟约的关系 这一点也塑造了我们刚刚提到 犹太人那种宗教中心主义 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最独特的选民 小够化的摩西 摩西在一棵不断在烧 却没有烧毁的荆棘树前面 经验到跟上帝相遇的经验 他也被呼召成为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 他这另外一幅出埃及记 到了旷野的时候 上帝颁布这个十戒给摩西 那摩西就借着这个十戒 让上帝跟以色列人成为一种约的关系 十戒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是你们的上帝 你是我的子民 一种约的关系建立起来 另外一幅摩西的石板 石子的像 还有一幅 这是当时候以色列人等候摩西等不及 竟然想要去自己创造自己的神 所以后来有发生冲突 但最终约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那建立了约的关系 他们就得以进入迦南地 那进入迦南地以后 以色列人经历过王国的时期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就是大魏王 所罗门王的这个时期 那所罗门王也建立了第一个圣殿 以色列总共只有两个圣殿 那第一个圣殿就是 所罗门王时期所建的 那到所罗门王之后呢 这十二个支派中间开始冲突 就分成了两个国 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 这个是我们长话短说 把犹太人的简单的例子介绍到这里 那接下去就开始发生 这个跟其他的西亚的这些列强 中间有张力的过程了 根据这个旧约圣经的描写 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 进入迦南地以后慢慢忘掉了 他们跟上帝的这个约的关系 所以根据这个犹太人的这种传统 就是他们被处罚 这个被处罚的方式就是一种被掳的方式 那根据这个旧约的描写就是 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 被亚述帝国所掳 所以他们从巴勒斯坦地区 被掳到东方的亚述去 那南国的犹大人则是在公元前586年 从巴勒斯坦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被掳经验 就是犹太族群经历一种离乡背景 从他的土地跟原来的生活的根被抽离的经验 那这个经验呢 后来很有趣的是波斯帝国起来以后 波斯帝国采取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 容许他所统治的各民族可以回归故乡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东方的这种文化 统治文化里面 这个概念叫做Divide and Rule 把这个人民分开来 然后放在不同的地方便于统治 所以他们过去亚述跟巴比伦都采取这种政策 把这个民族牵到这里 把那个民族牵到这里 然后让他们脱离原来的根 已变于他统治 那波斯帝国的做法不一样 波斯帝国采取的是比较开放的 容许各民族可以回归故乡 甚至容许他们可以拥有自己原来的宗教 所以在波斯帝国统治下 后来经过好几次的折冲 这个他们犹大国的人民就从巴比伦 归回到阿勒斯坦的地方 又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第二个圣殿 所以我在讲义的第二页的地方 第二页的地方在第七点 第二页第七点提到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两世纪的时候 波斯皇帝赛鲁士 到后来 本来赛鲁士同意要让他们回去 大刘士阻挡 等到接下去 对不起 中间还有一个薛西斯皇帝阻挡他们 到大刘士的时候 就允许他们回到故乡 所以回归故乡这个故事 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回到重新盖圣殿 有旧的圣殿的城墙 在圣殿城墙裡面去挖掘出了 旧的律法书 根据这个说法 那犹太人就从这个时候 开启一个新的宗教文化 它不再只是一个仪式性的宗教 他们也成为一个书的宗教的一个团体 重新把原来的经文的传统恢复起来 所以有人就一般的历史学者就称 这个第二圣殿时期是真正的犹太宗教 传统犹太宗教的开始 前面这个是亡国时期 是一种犹太人或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等到他们被辱归回以后 重建第二圣殿以后 那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犹太宗教 这个宗教当然是以圣殿为中心 就是耶路撒冷为中心 那这个第二个圣殿 我们等一下最后面会谈到 最后又被罗马军队把这个圣殿给毁了 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总共有两次的圣殿 那目前这个第二圣殿只剩下一面墙而已 我们上礼拜看的影片里面有提到 在耶路撒冷这个西墙 是第二圣殿唯一剩下的墙 那很多犹太人到现在还在想着 想要重建第三圣殿 这个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称为西安主义 西安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山 西安山 他们希望能够重建圣殿 但也有很多犹太教的领袖认为 不需要再盖圣殿了 犹太宗教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仪式宗教 而是一个苏的宗教 经典的宗教 那用经典做中心就可以了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你看一连串的这些帝国 先是有波斯 亚述有波斯 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米提王国 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介绍 亚历山大帝国进来带了 由希腊化的运动连续好几个小王国 再接下去到耶稣的时代之前就是罗马帝国 所以这些让旧约圣经 《但里里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象征 在《但里里书》第二章里面 这个借用波斯王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里面提到有一个雕像 他的头是金的头 然后银的膀背 然后铜的身体 下面是铁的 然后最下面是泥土 水泥的 那好像象征了不同的阶段的一个 这个图像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怎么去解读它 我左边这张图 其实他已经做了某一个解读了 他就提到说 这个头象征着巴比伦王国 接下来这个肩膀 这个胸部 这代表的是波斯帝国 接下来这个臀部的地方 代表的是亚历山大大帝 还有代表的是希腊帝国 到下面半铜半铁半水泥 下面这边代表的是罗马帝国 而且还可以分析罗马 东罗马 有不同的解释 那总之在这个梦里面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图像竟然最后被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大火球 把这个像给毁掉了 毁掉就是整个把它 整个像打成粉碎 那根据这个犹太宗教的 这样的一个诠释 就是说犹太人 他一直在面对一连串不同的 东方的诸王国的统治 但要求犹太人不要放弃 对上帝的忠实 对上帝的忠实 上帝国临到的时候 会把这些不同的王国都击倒 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的 他其实暗示着要忠实于原来的宗教传统 而不要随便地随从这些外来的文化 外来势力的一种的压制而跟得走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到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统治是最让他们 后来发现是最大的一个 承担最大压力的一个 亚历山大 这个是在耶稣之前三世纪兴起的一个运动 他21岁的时候他就想办法 想要把波斯人赶回到东方去 他立志要打败波斯王国 他立志要建立一个希腊人的 这样的一个帝国 那所以21岁一直到他死 33岁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一个 亚历山大帝国 而且在这当中他受到他的老师 亚历斯多德的一种的教导 发现说要说服一个新的民主 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文化 所以他就开始全面推行希腊化运动 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是这个希腊化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 对犹太宗教最大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先看一下亚历山大他的这个发展 他的爸爸马其顿国王菲利二世 那后来交给他 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文功 这个文武都很强的一位皇帝 然后他呢一路往东方 往东方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马其顿 在希腊半岛的北边马其顿 然后这个东征南討 你看这个把波斯帝国打败 甚至也打败了埃及 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亚历山大帝国 这另外一章谈到他东征的路线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就是这个跟波斯的大战 跟波斯的大战 在伊术斯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战 那这张画是非常有名的 伊术斯的战役 里面画了几十万的人在这个里面 那里面如果把它放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细节 亚历山大自己在前面引导 所以打败波斯以后他几乎没有敌人 一路往东方扩展 后来最终建立的帝国就是这么大 但是他自己33岁得病死了 死了以后他的部将先后 把他的王国分成四个小王国 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比较有关系的是两个王国 一个是西流谷王国 一个是托勒密王国 那托勒密王国是以埃及为基地的 西流谷王国是以叙利亚为基地的 那这两个王国先后统治 是马勒斯坦 所以犹太人是先后受到这两个王国的影响 但冲击比较大的是西流谷王朝 就是叙利亚的这个王国 这两个小王国都遵从 亚历山大大帝的政策 就是全面推行希腊化 但是叙利亚的这个西流谷王朝 做法更常固 他不只是推行希腊化 他甚至积极地想要压制传统的犹太宗教 我想问题在这里就发生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另外一张地图 看到他们前后统治不同的四个帝国 那托勒密王国先统治 先统治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 你看到以埃及为中心的托勒密王朝 往北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 所以犹太人这个时候 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就是受到托勒密的统治 不久西流谷打败了托勒密王朝 所以他往下甚至控制了埃及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Judea 犹大国就受到这个赛流谷王朝的统治 那在这两个王朝前后统治下 就全面推行希腊化运动 Helenization 希腊化运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运动 我们等一下看一些图像 我今年暑假刚好带学生 一群学生去土耳其上课 我们去看了很多这个希腊罗马留下来的遗址 这个希腊化运动跟后来的罗马的这个城邦运动一样 他们在每一个统治被占领的地区都重建一个城市 不管是希腊的城市或是后来罗马化的城市 都是同样的一个规格同样的模式 在土耳其 光在土耳其就有250个这样的城市 在北非 北非加太基跟北非 有300个类似这样的城市 几乎都是复制再复制再复制这样的一个城市 然后复制之后推行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你去到那边有同样的市场 有同样的图书馆 有同样的戏院 有同样的神殿 甚至洗澡的地方公共澡堂 都是一样的 推行一种公共文化 要每一个人被这样的一种文化所改造 那我们这边看到希腊化运动的图像 你光想到你使用的钱币 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到市场去买菜 你要使用一个希腊的钱币 这钱币上雕刻的是希腊的神明 那你要不要用 你要不要加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 好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些 这个暑假刚刚拍的相片 每一个地方很有趣 这就是在别家 这个古希腊城门 古希腊城门 那进来以后呢 有剧院 这个剧院就是推行一种希腊化文化 非常重要的地方 藉着这种戏剧 来推行一种希腊的哲学 希腊的一种的思维 剧院它设计非常的好 这个acoustic非常好 那个音响非常的好 不用麦克风 你在这边跟那边讲话都听得到 非常有趣的一个 那种那个时候非常精彩的古典的建筑 在另外一个城市别家谋 还有这个可能是最陡峭的一个剧场 一个剧场 可以容纳两三万人 市集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你的生活所需 你要到这个市集去买菜 你要去购买这边的商品 你要使用他的钱币 你要使用他的语言 对犹太人来讲语言也是一个问题 小孩子要教他希腊文吗 还是继续教他讲希伯来文 亚兰文 这是我们今天全球化思考 同样类似的思考 小时候 从小是小孩子就让他学英文 因为是全球化的语言 希腊化 就像当时候的全球化一样的一个运动 要把所有的皈依在单一文化之下 另外一个城市 撒迪的商店 一间一间的商店 同样的这种街道 就是回廊式的 四角形的 总有两条主要的大街道 建立起来就统一化 以佛所这个城市 你可以一眼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模式規模 最远方是图书馆 以佛所图书馆 是当时候地中海世界第三大的图书馆 今天只剩下这个fasad 这个门面 但是很漂亮 非常的让人会怀想 当年他这边收了两万多的羊皮卷 蒲草 所以算是不小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里面 他是根据不同的类型的书材料 分配位置 侧面看这个图书馆 所以你看 你刚刚看 我们刚刚听到有神庙 有剧院 有这个商集 有市场 有这个图书馆 然后鼓励大家学习军事的练武 军事练武的地方 参加成为军事文化 也变成是教育的一部分 希腊人要要求训练年轻人文武双全 也要学习武艺 很有趣 连厕所都公共化 这个是今天去 大概去这些仓光考古学最有趣的 考古遗址最有趣的一个 就是这个公共厕所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张比较黑一点 我看有没有一张 这张有没有清楚 这样就看到了 公共厕所是社交场所 很有趣 这个他们的设计 大家难得坐一排上厕所 然后怎样 可以讲生意 可以做生意 可以讨论 下面有流水在冲 所以都没有臭味 没有臭味 这个很有趣 他这是把一套希腊化的生活方式 整个要移植到被统治的人民当中 可以这样讲 设计是这样子的 在以佛所还有这个妓女院 这很有趣 他这个今天留下来的 就是当初 你如果要找妓女 你就那边有个洞 先放一个 那个 前金就对了 先放前金这样子 那最后还要后金再交这样子 那这就是 所有的文化都是 都是一样的 很有趣 连妓院也是整个 城市规划的一部分 这是当初希腊文化的一个模式 那另外还有希腊的小神庙 非常地方性的 官方的宗教 地方性的宗教都有 所以希腊小神庙 九神的小庙 一神的庙 这个生子女神 亚迪米女神的神庙 这亚迪米神也是经过很多变化 他本来是一个狩猎的女神 后来因为农业的需求 变成一个生子女神 他形象也改变 所以你看他有非常 几十个乳房 几十个乳房 象征的一种丰饶的 这个 我有一个学生看了这张图 就马上回应说 这个是一种文化 有奶便是娘的文化 这样子 就是一种丰饶生产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 很有趣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希腊化整个文化 侵入到这个处境里面来 那最后到罗马帝国的时候 还加上新的东西 就是皇帝崇拜 皇帝的神庙也进来了 这非常有名的 罗马七贤君之一 图拉针 他被供奉对图像 然后有见他的纪念碑 纪念堂 所以做一个犹太人 我们现在在讲 做一个犹太人 面对这样的一个 全面希腊化进来的文化冲击 你的身份 你的信仰 你的宗教认同 会不会改变 会不会被冲击 你还能够维持原来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他们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 上帝是我的上帝 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 这样一种约的关系 选民的概念 是不是在这种 希腊化运动挑战下 开始要面对冲击 是不是要消失了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 面影像公共育场 所以你看这个 罗马育场是有名的 那个公共育场 里面好几层 然后设计非常的精密的 下面有热气的 下面用热水热气 然后在里面可以有冷水 有热水 公共育场 那公共育场 我特别举这个例子 主要是公共育场 对犹太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犹太人非常大的挑战 这希腊的公共澡堂的图像 你看这个算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每天如果你加入这个文化 你就跟人家一起 下午的时间大家就到浴场 禁浴 然后社交做生意 一样这个浴场跟厕所一样 都是一个社交场所这样子 那我们用现代的公共浴室的角度 来想像一下 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夹在这当中 其实你很快就被认出来你是犹太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有行割礼的文化 那犹太男人去到公共育场 没有办法隐藏自己身份的 很容易就被认出你是犹太人 所以公共澡堂的文化 对犹太人特别有挑战 很有意思 犹太人自己其实有自己的礼仪澡堂 这种礼仪澡堂 其实比较是个人化的 不是一种公共澡堂的概念 所以以上我举这些例子 让我们看到希腊化运动 对整个犹太宗教认同 产生非常大的挑战 那最严重的一个就是 刚刚讲的赛琉湖王国 其中一个皇帝 在讲义的第三页 叫做安提阿哥士士 Hantaiarchus 安提阿哥士士我这边提到 他在175到164公元前 175到164年间统治巴勒斯坦 这个皇帝很狂妄 他自己的别号叫做 Epiphanes 就是显现的意思 他称自己是上帝的显现 就称把自己封为神了 然后他要求 犹太人不能继续保有 原来的宗教仪式 要求所有的被统治的民族 都要皈依希腊化的文化洗礼 那在167年的时候 他攻占耶路撒冷 不但杀犹太人 想要把犹太人的宗教把它除掉 他禁止割离 然后用猪作为祭物 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献祭 犹太人是看猪是不洁净的动物 安提阿哥刻意要激怒犹太人 用猪作为祭物 拿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献祭 哇这个等于是对犹太传统中 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哥统治期间 犹太人当中最传统的一派 叫做哈希典人 哈希典 哈希典这个名字 意思就是敬前的意思 敬前的意思 其实就是犹太人里面 最遵守犹太传统的 这一派人你看他们到今天还是这样子 到今天我们左上角看的这个是历史的图画 今天这个哈希典人 最多的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地方 纽约布鲁克林 有两三百万的哈希典人出来那里 你在路上看就很像这个样子 他们是最严格遵守传统犹太文化方式的 包括服装 包括生活方式 包括他们的这种教育 从小小孩子就学希伯来文 受这个拉比的教育 所以我们可以想像 安提阿哥的这个希腊化运动 直接最大的挑战 最不能忍受的 最想起来挑战反抗的人 当然就是哈希典人 那哈希典人当中有一位祭司 我这边有稍微介绍这个故事 叫做马他提亚 他有五个儿子 一家人都是很近前的犹太哈希典派的 这个爸爸马他提亚是祭司 当时候在我们左下角 现在看那个唯一留下来 今天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叫做一个摩定村的地方 就发生了这个叛乱事件 当时候有一位想要按照希腊化方式 去献祭的犹太祭司 等于是一个叛徒 就要遵照安提亚哥的方式 想要举行犹太人的希腊式仪式 马他提亚很愤怒 就拿刀把那个祭司杀了 杀了之后带着他的家族 还有跟随他们的人 就逃到山上 开始组织武装部队 准备要对抗这个叛利亚的军队 那他的二儿子叫做犹大 那绰号叫做马加比 马卡比尔斯 马加比就是铁锤的意思 铁锤的意思 所以这个犹大马加比 也可以叫他铁锤犹大 铁锤犹大 他很会打仗 用这个绰号就知道 他是很会打仗的人 他就率领犹太人 特别许多的年轻人 起来对抗这个叙利亚的军队 没有想到竟然得胜 所以这个左边这个铜像 可以看到用铁锤 象征他的一个英勇的情形 那韩德尔 韩德尔写了一个神句 尤大马加比 神句尤大马加比 就在描写这段历史 所以这是犹太人历史上 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 马加比的革命 建立了独立的一个犹大王国 从叙利亚人手上 夺回很多的土地 这边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 犹大死了以后 接着一代一代的人 他们就成为犹大的统治者 那把圣殿收回来 加以清理修建 这就是犹太人今天最重要的节旗之一 哈努卡修建节 也叫光明节 光明节 每年都在庆祝 庆祝什么 就庆祝马加比 从叙利亚人 从这些赛留库王朝手上奪回圣殿 捷径圣殿 因为被希腊化文化沾污了 回复犹太传统 这修建节 结果很不幸的 我们长话短说 这个马加比王国到最后 慢慢腐败 内部也有权力斗争 统治了一百多年以后 内部发生斗争 人民对这个马加比王朝的统治也不满 结果反而是这个王国的领导者叛乱 邀请罗马军人进来 罗马将领庞贝在公元前六十三年 借用他们内部发生动乱为由 就入侵犹大帝 所以我们看到公元前第一世纪 罗马帝国开始併吞犹大王国的土地 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 罗马人慢慢占领了 到了耶稣的时代 整个犹大帝被收归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这个省里面分成四个地区 加利利 撒玛利亚 犹大帝 还有伊图买 那这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把这个故事最后一个部分介绍完 接下去耶稣死了之后没有多久 终于这些犹太人受不了了起来叛乱 这被称为第一次的犹太战争 从公元六十六年打到七十年 那罗马将军提多带着军队来攻打 三年多的时间终于把耶路撒冷攻下来 把整个耶路 通过犹太人的圣殿毁坏 火烧这个城市 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景象 那犹太人的叛乱整个被镇压下来 虽然他们有一群很勇敢的勇士 站在山上建立了一个要塞 马萨达本来要抵抗到最后 但最后他们自杀 所以那个非常英勇的一个叛乱运动 最后很不幸的悲剧收尾 那圣殿被焚毁 那第一次犹太人战争留下来的 就是看到圣殿里面的器具 被罗马军队怎样拿到街上去游行示众 说明这个犹太的这个战争的失败 那这个第一次的犹太战争并没有阻止犹太人 还有那种反抗的心 过了半世纪 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又发生了第二次的犹太叛乱事件 那也是有另外一位自称为弥赛亚的人 自称为这个我们上礼拜介绍这个字 基督这个字弥赛亚就是上帝的拣选的人 有被另外一位自称为弥赛亚的人叫做巴库巴 带领的犹太人又起来叛乱 那这一次的叛乱呢 就结束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的这个历史 那个罗马帝国这一次把犹太人整个铲除之后 把耶路撒冷改名 把整个犹太的历史记忆都要把它消除 要把耶路撒冷改成一个罗马城市 让这个犹太宗教跟犹太传统不再 对这个原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产生任何意义 所以我做小结论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犹太的宗教在这个阶段当中 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宗教文化族群的认同问题 identity的问题 你做犹太人不管是文化的犹太人 宗教的犹太人 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他开始去问说我能够做什么 希腊化的文化 到后来接下来是罗马帝国的力量 都在挑战作为犹太人他的宗教认同 那耶稣他的运动这个时候 作为犹太运动里面的一支 他是不是能够提出跟传统犹太人 不一样的一个答案呢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看到 非常有趣的问题呈现出来了 所以identity的问题是 在这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做犹太人是一个身份认同 基督徒也是一个身份认同 这个身份认同是不断在追寻的过程 被挑战当中才被唤醒的 那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面对罗马帝国 他们想要去回归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那这当中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新兴群体 就是基督徒 初代的基督徒 那我在讲义的最后面有提到 我们如果简单把犹太人对希腊化运动 有不同的回应整理一下的话 你大概可以分成好几类 一类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就是 依从这个希腊文化的人 我这边写的六大团体 在讲义的第四页的地方 第一个传统就是顺从希腊文化派的 很多犹太人就接受希腊文化 他学希腊文 他生活像一个希腊人一样 他到公共澡堂去洗澡 他就接受了希腊文化 这个就像今天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一样 他们自己称自己是reformed Jews 改革派的犹太人 他们愿意适应新的时代的文化 另外还有一些人 我这边介绍两本书 就反映这样的一个传统 他们也觉得犹太的宗教是很好的宗教 应该可以跟希腊哲学对话 可以跟希腊文化对话 希腊文化进到我们当中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明 犹太宗教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出了两本书 都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希望把犹太思想介绍给希腊文化里面的人 其中一本叫做《辨希腊自训》 另外一本叫做《所罗门智慧书》 那这里面都是用希腊文化的语言 要跟希腊人介绍犹太人的宗教观念 这传统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斐罗 斐罗 我讲义上面有点一下 这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的斐罗 斐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犹太人 他不但是犹太宗教非常的熟悉 他也学习希腊哲学 柏拉图的哲学 这个斯多亚派的哲学 他都有研究 所以他就慢慢的成为一位代表性的学者 要把犹太宗教跟希腊哲学做一种的对话 那我介绍他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 后来的基督教的神学家 很多就采取他的路线 也要把基督教的思想 借助希腊哲学发展出来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斐罗很有趣 他说我为了要让西方的这些希腊哲学家 也能够了解犹太宗教 我就把犹太宗教整理成五个 五个基本信条 这个让希腊人马上也可以了解 也可以认同 五个信条 第一个上帝是存在的 第二个上帝只有一个 独一神 第三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但世界不是永恒的 宇宙只有一个 第五上帝照顾世界及世界万物 这个斐罗想要用这样的一套哲学 向希腊人证明 犹太思想也有他的普世价值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大概是这种概念 他也是有普世价值的 那当然他影响有限 因为他只对这个知识分子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这是斐罗的作品 今天有很多他的作品被翻译出来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另外的团体 譬如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团体叫昆南团体 他们对传统犹太宗教不是很认同 有点像是后来基督教的修道团体 这个昆南团体有点像后来基督教的修道团体 对传统的宗教不认同 所以他们自己出来形成一个修道的一个团体 那他们有自己也有写自己的操本 那这个团体为什么那么有名 是因为1947年他们的操本被发现 在今天的这个犹太文化里面 称他们所发掘的作品叫做十海古卷 十海古卷 他们的这些挖出来的这些作品 非常有历史价值 所以这个团体象征着另外一个另类的团体 犹太宗教经历了两次的犹太战争以后 他开始转型 那个转型对他的改变在哪里 就是圣殿不见了 传统的仪式宗教没有办法再举行了 犹太人本来一年三次到四次 会到圣殿去参加特殊的节旗 这样的一种仪式性的犹太宗教 在两次的犹太战争之后就没有了 新的一个犹太教形式出现了 他们开始有会堂 犹太人的会堂到今天还存在 我们这次上课当中 我们安排有一组的同学 可以去参加犹太人的聚会 他们虽然在台湾没有建立一个会堂 但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形式 会堂里面有什么 就是一个阅读经典 解释经典的地方 所以这个会堂式的犹太教 非常类似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 他们有会堂 有经典 犹太人的经典就是西伯来圣经 接下来还有解释经典的犹太拉比 这三个要素就跟后来的古代基督教非常像 古代基督教慢慢发展出教堂 也有自己的经典 犹太人是旧约 基督教把旧约收进来 又加上新约 变成基督教的圣经 犹太人有拉比 基督教有这些神职人员 主教神父 全是经典 所以这两个我结论说 好像双胞胎 很像双胞胎 中间就产生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爱恨交织的关系 两个很像的宗教 却又有不同的主张 那我们下礼拜接下去的主题 就会谈到犹太教跟新兴的基督教 中间的一种分合的关系 我想今天对犹太宗教的基本介绍 我想时间关系就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犹太宗教因为拉比的诠释 就发展出一整套的解释圣经的 这样的一种的双好书 这个跟基督教很像 基督教为了解释圣经 也会发展出许多的圣经解释书 还有神学作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